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就有一宗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臭名超注的社交平台Facebook 終於都出事了 要面臨著一場的大清算 很可能就會遭受到煎皮拆骨的命運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昨天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同48位州檢察長 一起入稟法院控告Facebook 其實Facebook面臨著兩宗訴訟 第一宗是來自聯邦貿易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要求法院頒領 勒令Facebook要賣走Instagram和WhatsApp 至於第二宗訴訟就是來自48位州檢察長 其實有兩個不是州 一個是華盛頓特區 一個是來自關島 反正都是眾志成成的 全部人都想告你Facebook 他們是想告什麼 原來他們想尋求法庭頒領 裁定Facebook對Instagram和WhatsApp的收購 為之非法 紐約州檢察長詹姆斯提到 近十年來 Facebook利用著他主導地位和壟斷力量 壓制其他較小的競爭對手 扼殺競爭 代價由日常用戶來探訓 實情他這個說法是很合理的 其實Facebook早在2012年的時候 已經買下Instagram 到了2014年的時候又買了WhatsApp 這些收購案其實就等同於橫向收購 或者叫橫向合併 因為Facebook和Instagram WhatsApp這三樣東西的本質是很類同的 雖然Instagram的用戶 主要就是以圖像或者是影片來交流 但是他的本質其實都是社交平台 和Facebook沒有什麼分別 至於WhatsApp WhatsApp本身就是一個即時通訊的軟件 但是Facebook本身也有一個叫Messenger的Apps 專門用來和用戶之間做即時通訊 所以這兩樣東西根本上就是Facebook的 直接競爭對手 所以這一類型的橫向收購 根本上就是壟斷行為的表徵 是中了 好了控方還有提出了一些理據給法庭 他們就說 Facebook曾經向WhatsApp的用家承諾 會保存WhatsApp的獨立性 以及會保障用戶的私隱 但是近期Facebook就嘗試將WhatsApp用戶的數據 和Facebook其他的服務功能結合起來 惹起了外界的疑慮 事實上他這個說法也是真 只要大家有申請到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 你打開之後就會發現 現在他們背後是想將三個Apps的即時通訊功能 互通起來 這個當然就很有問題 原來你把三組的數據是可以合併的 其實就很恐怖 因為每一個Apps本身就已經是擁有一組的big data 收集了那麼多用戶的數據 你現在把三組的big data合併在一起 然後你背後想搞什麼 其實那些用戶的私隱就是蕩然無存的 什麼都讓你知道了 如果有些用家是開了定位的 當然你去哪裡都知道了 如果有些用家是批准了聲音功能的 他平時說話的時候手機錄了 他打開Apps就會彈出什麼廣告 你現在這樣把這些功能合併的話 其實就等同於是出賣了那些用戶的數據來賺錢 你只是一組big data也賺那麼多錢 你三組合併起來的時候 別人當然是說你壟斷行為 好了 控方還有提出一件事 就說Facebook的市場影響力過大 打壓了其他的平台 事實上影響力過大 說得又是對的 因為任何一間科技的企業 只要他進行了過度的擴張 都是對於整個社會 只有極壞的影響 Facebook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當Facebook收購了Instagram和WhatsApp之後 其實就等同於是包覽了整個市場 Facebook就是那些比較年長的人來用 現在這個時勢 Instagram就是那些年輕人用多 WhatsApp基本上就是人都用的 因為他是即時通訊軟件 他是最多用戶 所以大家就算不中了三番也好 怎麽你都會中了一番WhatsApp 因為太多人用了 如果你說不用WhatsApp這個軟件 可以用什麼呢 有些人說Telegram 我告訴大家是浪費的 因為你即時通訊軟件 目的就是為了什麼 就是即時通訊 即時通訊當然要最多人用那個軟件 你才會去用 所以其實大家怎樣都逃不出他的五指山 現在有些人就說我們不用Facebook 要用Mivy 我自己也有申請 但我發現Mivy上面的內容相對Facebook就少很多 其實要成功出走 主要就是靠人多 以及另一個新的平台的內容夠吸引 以往為何那麼多次出走都失敗 就是因為人又少 你人少的時候就變成圍勞 當你打開App 又沒有內容 又不吸引 你搞一下自己也沒有人就不會再開 Facebook現在收購Instagram和WhatsApp 究竟有什麼問題 首先第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Facebook對於用戶 是很不公平 你作出那些決定的時候 根本上就一點都不透明 包括周始就無理地封鎖別人的帳號 或者將別人禁言 三日 十日 三十日 什麼款式都有 而且在解釋原因的時候 就只會有一些罐頭訊息發給你 就說你違反了所謂community standard 就是違反了社群的規範 如何如何 到底違反了哪一條 具體上來說 究竟那條貼文或者那張圖片 是有什麼犯錯之處 你要人死你也要人死得眼閉 沒有的 而且你作出了這些 不合理的決定 不公平的決定之後 你又不會讓那個用戶有個上訴機制 那些用戶只能默默忍受 忍不住就自己開過一個 或者是離開這個平台 根本上這些就是不合理的 而且最近你還到處來 關閉了很多群組 黃絲的又關 藍絲的又關 你關別人的群組 又是那些原因 不清不楚 這些是黑箱作業 閉門造居 這就引來了很多廣泛網民的不滿 現在就差一個觸發點 大家一起走 MIV就是一個例子 我也希望MIV成功 但是要多點內容才行 如果沒有內容很隱瞞 我自己也經常打點東西上去 不過沒什麼人有反應 真是衰在 說回Facebook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 極不透明的作出的決定 第二件事就是 最近這半年你還被人發現 原來你根本上是想搞封鎖消息的 凡你不想看到的報導 你就會壓縮別人的貼文的觸及率 其實這件事是事實來的 因為大家一打開Facebook的apps 它彈什麼給你看 其實不是隨機的 它背後是有一個演算法 在做操作 它派什麼給你看 不派什麼給你看 其實背後是有一個算息 只不過那條息 它就不讓大家看 而已 你在過去的半年 煩惱 有利特朗普 或者是不利拜登的消息 往往就是被人壓縮了 那個觸及率 除了講演算法之外 其實現在還想搞封鎖消息封鎖 又不喜歡用戶的內容 你就Block了它 這是消息封鎖 還有一個就是 Facebook根本上是 為政治服務 是為背後的 財團 利益集團 來服務 為什麼煩得特朗普出的貼文 你下面總是會加句 不知道什麼東西出來的 特朗普說自己的兒子還沒辦法祝福他 你下面寫一句話就說 拜登是這個總統當選人 這些完全是不合規範 完全是不合乎道德的東西 你專門做這些行為 當然現在 48個州一起告你 就跟這些東西無關 只不過我現在說出來 你這個Facebook是臭名超注的意思 有很多問題 你一間科技的企業 大到那麼上規模的時候 其實權力分分鐘比政府更加大 你說政府要滅你聲 起碼要把你拉人封艇 那家科技企業要滅你聲 為什麼 等於好像我這個節目 神區 YouTube禁止了我的帳戶 那我沒得說了 我又要開過一個 又要重新建立所有東西 所以其實我現在 都應該是要思考一下 到底是不是要開一些 後備的平台 後備的頻道 萬一出事的時候 我其實就沒有一個 應變方案 跟大家失聯了 所以我自己也要想的 這些東西是 其實我就開了一個Patreon的戶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就可以加入 我相信那個平台 比起YouTube 就是會 更加之言論空間大一點 好了 接著就再說回Facebook 他們展開了大型的遊說行動 這個創辦人朱克伯格強調 Facebook在收購Instagram 和WhatsApp之後 協助了這兩個Apps 壯大的規模 而近年興起的TikTok 也有同樣成功的發展 反映在社交平台上 仍然是存在著激烈的競爭 就並不是 好像控方所說的 Facebook壟斷了 其實他說這件事是廢的 因為這種競爭 根本上就不是一種 真正的競爭 他所說的競爭 在經濟學上 就叫做壟斷性競爭 就好像開油站 開賭場 要受到政府的 發牌規定 有很多法律法規限制 但是開社交平台就照計不用 不用拿牌 問題就是 作為一家小型的企業 根本上生存不來 就已經倒閉了 為什麼呢 沒有人參與 你要有很多錢 跟Facebook壟斷 你才能搞得起 Mivy搞得起 不是因為Mivy有錢 長期已經存在 沒有什麼人用 很煤 但是為什麼那麼多人說要走呢 因為 見證到你這個Facebook不公平 是因為這次的大選所引發的一些延伸行為 如果你說普通一個平台 你想打壓這個市場 其實就不可能 本身Facebook已經是一家巨企 當時已經有那麼多錢 你買了這兩家東西之後 就變成平台好像一個王國那麼大 如果有一個新平台要跟你對撼 難度又增大了 老實說就算你說 把Facebook煎皮拆骨 焗他賣掉 Instagram和Whatsapp 我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平台 是可以跟他有力競爭的 除非很多人都有個決心 是要移民去另一個平台 如果不是很難發生的 因為你根深底固 自從06年05年開放以來 太多人在裡面 裡面承載著太多的內容 太多的回憶 未必有那麼多人是想離開的 所以 這些事情是很難搞的 不過 總之有一個好的開始 都比說沒有 這個對於 市民來說 都是一個福音來的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